除了水的作用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氧化 來 先看照片 叫做藍雅奇妍 這個是我十年前拍的照片 這個看起來顏色還很美麗 現在看起來顏色很醜 所以它也變得很醜 就是這個風化舞 就是這個一圈一圈的風化舞 哪洞來的 氧化體物 鐵氧化 好 鐵氧化 然後被帶下來 鐵氧化變成紅和色黃和色氧化體 然後鐵氧被低下層帶過來 滲進去 然後沈澱出來 就形成了一圈一圈叫鏽氧 鏽氧的美麗圖案 所以鐵的氧化就是一種化學風化 鐵氧化就是一個化學風化 含鐵的成分氧化成紅和色或黃和色氧化體 剛剛在照片裡面 這個照片裡面所顯示的 就是這個氧化體呈現出來的秀染的圖案 一圈一圈的我們叫做風化舞 叫風化舞 然後就是鐵氧化 是一種化學風化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植物的根分泌有基酸 一等的苔藓植物 在那陰暗的潮濕的長在石頭上面 那它的根要插在石頭裡面 所以分泌有需要把石頭分泌掉 讓它根能夠伸進去 所以它促進了石頭的分解 所以這個也叫做植物的根 根明有基酸也是化學風化 我在講這裡的時候 我喜歡講那個蚯蚓 因為蚯蚓兩個都有 蚯蚓跟下面ㄟ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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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換磚 使它破碎疏鬆 然後碎掉 小的變得鬆一點 叫做物理風化 蚯蚓吃啥 吃土了對不對 吃進去跟阿蘇蚓的不一樣 就是說化學風化成分改變 所以我喜歡講蚯蚓 既有物理也有化學 好 OK 化學風化 這個叫做 當一個鹽性均勻的石頭 通常是擬眼 它有很多的裂縫 然後空氣跟水震進去 使它的風化清潔作用更加強烈 會產生同心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來先看照片 同心圓風化 因為我鹽性均勻 我們的性質一樣 所以誰如果比較突出 誰就先被幹掉 所以就變成一個同心圓 那因為的裂縫 然後進去一圈一圈地往裡面挖 所以一圈一圈叫做同心圓風化 挖太胸中一片一片的掉下 現在叫做洋蔥狀剝落 所以就會有同心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這要鹽性均勻的 這要鹽性均勻的石頭 才會有這樣的發生 那如果鹽性不均勻 我後面會教 提到一個鹽性不均勻的例子 我們後面再說 這裡就告訴你 我鹽性均勻 有很多裂縫 空氣跟水滲入 風化特別強烈 就弄成同心圓風化 最後洋蔥狀剝落 要有鹽性均勻 我才會有同心圓風化 那如果不是鹽性均勻 就會發生別的事情 那我後面會跟你教一個 鹽性不均勻所發生的事情 鹽性不均勻所發生的事情 OK 叫做風化作用 OK 我前面教了化學有什麼東西 除了一堆水之外 我還教了氧化 我還教了植物跟分泌 有機酸 就請你記住 這些是所謂的化學風化 最少要是哈施風化作用 OK 然後提了一下 同心圓風化 洋蔥狀剝落 最後問一個小問題 月球的風化跟地球有何不同 來 答案 一 都相同 都有 二 都沒有 既沒有物理 也沒有化學 三 有物理風化 沒化學風化 四 有化學風化 沒物理風化 如果你的答案是有 你說有物理或有化學 你要告訴我 有怎樣的物理 有怎樣的化學 怎樣的物理 怎樣的化學 OK 有物理 有沒有化學 閻球的風化 跟地球有什麼不一樣 都有 都沒有 只有物理 沒有化學 只有化學 沒有物理 如果有 怎樣的物理 怎樣的化學 帥哥誰 這幾號 好 三十 三十號誰 Please stand up 你給大家看 有物理 有沒有化學 有怎樣的物理 破碎 為什麼會破碎 破碎 物理是破碎嘛 物理是破碎啊 它不是廢話嘛 為什麼會破碎 猜一猜 猜一個 很好猜 猜一個 蛤 撞擊 好 我算你對 我算你對 請坐 來 月球的風化 月球沒有水 沒有生物 沒有空氣 基本上沒有化學功劃 但是有物理 兩種 第一種 隕石撞起來 月球很多隕石撞下來 打下來把它打碎 物理功劃 還有一種 月球溫差大 我們再教 中文說再說一次 月球溫差很大 好 月球溫差大 所以熱的時候很熱 冷的時候很冷 所以熱脹冷縮 熱脹冷縮的時候就碎掉了 所以呢 它有熱脹冷縮造成的物理風化 所以 月球的風化跟地球的風化不一樣 地球有物理風化也有化學風化 月球只有物理風化沒有化學風化 月球有怎麼樣的物理風化 一 隕石撞擊 使石頭碎裂的物理風化 二 岩石熱脹冷縮 所造成岩石的碎裂的物理風化 就是 我們的月球跟風化跟地球不同 以上就是 跟各位介紹風化作用 我說過了 我舉了一些例子 你最起碼要記住 那些叫做風化 使岩石破碎疏鬆 最好能分清楚 誰是物理 誰是化學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